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写手台 林营麻辣 成为金牌见证官 刷了201字 亚运会谁最忙 你知道吗 那就是王一博 成为金牌的见证官 你想不到吧 王一博是亚运会忙得不可开交的存在 也是受益人 频繁刷脸多达200多次 比起金牌获得者 好多人说这次亚运会 记住了一个人 那就是王一博 为何这么说 就是因为这次王一博 不但现唱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取燃 还是亚运批律5宣传片正在燃的05 更是街舞电影热烈的主演 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 王一博代言的台零电动车 这次是亚运会台零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没产生一块金牌 就放一次台零的广告 并且还送一辆电动车 到亚运会结束 中国金牌榜总数达到了201块 也就是意味着王一博频频出 竟刷了201字 你不想看都要看的节奏 王一博成功携手台零 成为金牌见证时刻的见证官 是不是有种莫名的佩服 王一博你这颇天的幸运啊 果然是厉害 这让王一博的粉圈偷着乐的节奏 这种公开场合出镜 大型平台露脸的机会 还是见证金牌时刻 这种机会不是一般有头有脸的人可以遇到的 每拿一枚金牌就可以看到一次王一博 多么骄傲而自豪的事情 台零这次选择王一博 实现了双赢 王一博无外乎是受益至高的 这种出镜力更是无人可比的 很多人说亚运小福珠 当属王一博 这张国泰民旺的脸 果然是国人风貌的呈现 台零能够拿下金牌见证时刻 代表着实力和品牌的影响力 而选择王一博 也是一种认可和肯定 作为四位现唱亚运会主题曲的艺人 王一博是其中之一 代表着当下Z世代年轻人 更是年轻人热爱与青春的呈现 这次亚运会的频繁双脸 在整个亚太区域都开始关注这张东方面孔 再加上王一博海外影响力 逐渐扩大 很显然知名度在逐渐扩大 这就是我们的门面当当 很显然这次的王一博受益无情 其他的艺人跟他有可比性吗 自然是断层式的捞开了距离 王一博的热度和人气向来都是顶中顶的存在 这是娱乐圈不言而喻的 他所在即是热度 更是我们选出来的门面单 更正描红 这次台零赢完了 选的代言人王一博更是赢得满堂喝彩 这才是选对代言人 拿下关注度和热度 更成为金牌见证官 超人完成曝光度 提升品牌影响力 实现利益多方受益 别说王一博的粉丝有多开心 事业批的强大 就是带着飞的节奏 也别说他们的数量庞大 年性高 这么争光荣耀的时刻 谁不感到自豪 粉他确实是三观正 形象佳 气质好 业务能力扛打 关键是正向能量输出 给人青春与朝气 哎呀 小肥腰春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 这种时候 不是春一出来的 我只想说 想低调都难 只能偷着乐 骄傲 真骄傲 到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 包括以下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